你知道怎么样可以让一个男人 他的内心深处全部占满的都是你吗 在后台啊 这段时间有很多人会问我一些类似的这种问题 为什么越对一个男人好 他就越来越不重视他自己呢 我今天分享一个 如何让一个女人 从最开始的第一位 到后面在感情里面 可以做到游刃有余的一个方法 以下我讲四个点 如果说你记不住的话 反复去听反复去看 第一个点 最好的关系 一定不是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 而是两个人的距离刚刚好 一个黏人的女人在男人面前 她必然就是一种透明的存在 缺乏神秘感的 当你自己身上 没有具备那种探索价值的时候 这个男人的成就感 他自然而然他就会被弱化 明白这个道理吗 他能给到你的精力 他所花在你身上的时间 也是自然而然滑坡式的下降 所以你看啊 有一些女人 她和他们的老公 男朋友 关系特别特别的舒适 特别好 她就是利用这一点 比方说语言上面 我做到特别的嘴甜 特别的热情 但行为上面 心特别的狠 有着明确的那种边界感 从一开始 你就保留着一个这种形象 就那种琢磨不透的形象 给到他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欲去欢迎 其实你根本不需要 服侍什么东西 对方对你的关注度 他自然而然就会增加 很奇怪 第二个点 用外财的魅力下 是代替对男人的好 因为对男人好这件事情 我们得到的回报几乎上是微乎其微的 倒不是说男人他是一个不懂得感恩的这种人物 不是这种定义 而是说这个是由男性的核心需求所决定的 你千万不要学着你的本能做事情 其实男人这种生物 渴望的其实不是说这个女人到底对他有多好 而是女人到底有多少探索的价值 你可以这么划等号 比方说你一味的对这个男人好 对自己的身材 对自己的形象管理 从来都不会有任何的投入 你最后换来的就是一个保姆的标签 就得不偿失 外财的价值 这种显性价值 我可以这么讲 放在任何的时代 任何的场合 它都不会过时 一定特别的吃香 因为你的形象特别的棒 对吧 他对你的投入的关注度 他就会越来越高 被关注的多了之后 你自然而然越来越自信 越来越自信的时候 你才会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投入在自己的身上 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感情当中 那个正想的闭环 第三个点 用感性去代替你的感受 男人对你的关注度 他一定会有一种生命周期的 这个过程 对你的关注度 他一定会有起有落 如果说他不主动 你就用冷 还代替曾经的那些捉闹 我看过无数个案例 捉闹这种结局 换来的一定是自己被抛弃 因为你在索取 然后他不给 然后就崩掉 你要知道 关注男人 本质上它是一件 回报率特别特别低的事情 相反 你越来越关注自己 你的外在魅力 就会得到增值 价值感就越来越高 那第四个点 非常非常重要 专注感情的人 永远就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 你专注做事业 财富他就会向你招手 你专注社交 圈子就会更新 就会有跌旦 就会有新的圈层突破 对吧 你专注自我的成长 认知就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通透 活得越来越明白 而你专注感情 就算是你做到极致 换来的也只不过是一个人 对你的宠爱有加霸 有什么用呢 任何人都不可能 把所有的精力都给到你 所以聪明的女人 永远都不会把恋爱脑 当成爱一个人的借口 你一定要学会 让你身上的标签 除了魅力女人之外 又是其他的标签 这个才是最重中之重的事情 关注我 教你做个幸福的女人